原雲南文理學院大學外語教學部主任副教授劉燕 因堅持修煉法輪功再次被中共當局抓捕 日前她的女兒劉明媛在海外呼籲營救母親 劉燕的多名校友也在海外發聲 呼籲國際社會關注劉燕 要求中共無條件放人 週五 正在加拿大留學的劉明媛告訴新唐人 劉燕9月30日被雲南昆明警方非法抓捕 11月3日 案子被送往檢察院 她上次有被抓過三年 她在裡面有被洗腦 然後他們強制她做那種就是非常重非常重的奴工 就是做手工藝 然後都是出泡出血的那種 我不知道她這次能遭到什麼樣的待遇 因為中國每天的迫害 然後明慧網上經常有大法弟子對智商制裁 劉燕原是雲南文理學院大學外語部主任副教授 丈夫劉勇是畫家 雕塑家 畢業於東北師範大學美術系 一家人因修煉法輪大法 在中共迫害法輪功的21年裡遭受了巨大的痛苦 劉燕的校友旅居英國的原東北師大博士何姐說 參與迫害她的警察 國保都是犯罪 早晚會受到懲罰 劉燕對我來講是青銅手足的姐姐 我們都是中國的中典大學東北師範大學畢業的 她是社會的精英 人品又非常的好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發出聲音 譴責中共的惡行 我希望劉燕和其他法輪功學員早日獲得自由 劉燕校友 原東北師大碩士研究生葛志剛說 中共不擇手段迫害社會精英 讓人非常痛心 劉燕和丈夫因為修煉法輪功 按真善忍做好人 曾分別被判刑三四年 在監獄受盡折磨 這次劉燕被抓後 她的丈夫被迫流離失所 11月18日 劉明媛在多倫多中領館前抗議中共人權迫害 要求無條件釋放她的媽媽 並呼籲加國政府和人民伸出援手 伸張正義 制止迫害 新唐人記者李韻 長春 劉芳 彩虹報導 新唐人記者 劉慧 長春 劉子 長春 劉添猩 開頭刀 集團 劉慧 在shots黑狂 短囂 負磨 perf 國營